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遗嘱每年都要更改一次 因为不知道以后有多少个女朋友 风流艳势的本钱是什么 那自然就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富豪之所以会把女明星当猎物 是因为女明星甘愿臣服在富豪的金钱诱惑之下 所以想要让女明星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的女人 就要先赚钱 赵诗增的发迹事 还要从她的父亲赵从眼说起 赵从眼从1948年开始致力于船务行业 那个时候发展船务正好是好时候 所以她投入这个行业没多久 就大捞了一笔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 让赵从眼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船王大亨 赵从眼名下的华光船务和华光地产 就是两大巨头 虽然赵诗增是含着金药师出生的 但是父亲赵从眼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原因是赵诗太过顽劣 而且整天贪图享乐 服务正业是赵从眼给他的标签 所以继承家业跟赵诗增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997年赵从眼辞去华光董事局主席的时候 让长子赵诗鹏接任主席的位置 四子赵诗光做了副主席 而赵诗增连董事局都没能进去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认为 赵诗增是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 然而事实上赵诗增还是很有能力的 他不仅拥有英国杜伦大学博士学位 而且还是获得建筑师学位 可以说是个努力学习的好少年 在其毕业后 父亲让他在家族公司担任闲职 虽然整日无所事事 但是聪明好学的赵诗增 很快就将父亲在生意上的手段 学了个七七八八 倒也是个全能型人才 那时候赵诗增很明白 繁月业务肯定不会轮到自己 因此他早就做好了自立门户的打算 1997年虽然赵诗增没能进入董事会 但是却得到了不菲的财产 赵诗增出手创立了着能地产 专门负责开发豪宅 随着经济的豪转 内地明星纷纷来到了香港买房定居 赵诗增赚的盆满钵满 在短短几年内 他的身价就过百亿 有钱后赵诗增开始考虑消费 他先是把目光放到了古玩字画身上 但是这些东西数量稀少 且可遇不可求 虽然是表面上的消费 但是买古玩字画明显带着投资的意思 毕竟这些东西时间越久越保值 赵诗增少年时期就是出了名的 贪图享受 要不赵聪彦也不会不让他继承家业 年轻时候的赵诗增 喜欢与美女约会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泡妞 对于这个爱好赵诗增从来不避讳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最大的快乐来源是女人 跟我约会过的女人超过五位数 这还都是筛选过的 如果不筛选的更多 正是因为赵诗增好玩 贪图享受 媒体给他一个香港第一玩家的称号 赵诗增有多会玩呢 那时候他与邵一夫是好朋友 而邵一夫是邵氏影业的董事长 所谓金水楼台先得月 赵诗增没事就去邵一夫的公司玩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邵氏女星有过交往的数不胜数 比如蔡珍妮 姚伟 陈凤芝 方怡珍 张笋薇等等 为了方便与女孩约会 赵诗增赤资资4000万购买了一艘豪华邮轮 取名为海上乐居 带有直升机升降频 每逢周六 赵诗增就带着女伴出海享乐 在海上如果想到哪个女孩 便直接让直升机取接过来 赵诗增说 海上乐居的乐字好重要 我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 而当好友邵姨夫家里有舞会的时候 赵诗增必定到场 他说在情场我逢赌必赢 某种程度上 邵氏营业的女星成了赵诗增的后花园 或许有人会说 如果我能像赵诗增一样有钱 我比他还会玩 众所周知 不论是刘鸾雄还是黄刃忠 只要有喜欢的女孩 就会送车送房 送珠宝 送鲜亮的包包 直到把对方拿下 这种金元政策屡试不爽 而赵诗增却完全不同 甚至可以说他有些吝啬 在赵诗增的理念中 赚钱省钱 不被女人骗钱 是他人生的最有名 虽然赵诗增旅患女友 但是却从来不在女人身上花太多的钱 当女伴出席活动需要珠宝的时候 只能用借的名义拿珠宝 活动结束后 要把珠宝再还回去 曾经有人笑谈赵诗增的这些珠宝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女友传递下去 当有人问他 谈这么多女朋友花费多少钱的时候 赵诗增笑着说 我真没给这些女明星砸多少钱 他们是主动爱上我的 年轻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全是女明星 都是他们主动凑上来的 可能觉得我对他们的娱乐事业有帮助 有宣传作用 毫不客气地说 我是被他们利用的 实际上赵诗增不仅对女人扣门 他在生活中也很节省 外出吃饭要打包 就算做足底按摩 也只会花500块港币 大刘在点赞赵诗增的泡妞功力的同时 也提出过他这抠门一点 不过无论赵诗增怎么抠 他身边依然大批女人前破后继 赵诗增属于来者不拒的类型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不结婚 虽然赵诗增风流不羁 但是他却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用他的话说 结婚太麻烦 不但失去自由离婚时还会被分割走大量财产 太不安全 虽然赵诗增一生未婚 但是他有三个儿女 这三个子女当中 两个儿子已经被他培养成花花公子 女儿却成为了他的接班人 赵诗增的女儿叫做赵诗之 她的母亲是演员姚伟 当年姚伟怀上赵诗之的时候 赵诗增的第一反应就是 别想用孩子套劳我 我不结婚 随后姚伟马上公开表示自己不会用孩子威胁赵诗增 这个孩子他会靠自己养大 俗话说蓄浓于水 在不几年后赵诗增还是认下了这个女儿 而赵诗之也确实争气 认了刘鸾雄为干爹 公如心为干妈 从此平步轻云 不要直上 然而赵诗之不仅继承了赵诗增的商业头脑 而且也继承了他喜欢女人的爱好 在赵诗增为他的婚姻发愁时 没想到 只公开承认了与同性恋人杨如新 在法国结婚的消息 这让赵诗增大为火光 甚至说如果那个男人能让赵诗之感兴趣 我马上给对方武艺港币 但是时至今日 赵诗之的取向依旧没有发生改变 赵诗增除了赵诗之这个女儿之外 还有两个儿子 他们分别是港姐蔡珍妮所生的次子 赵诗浩 以及跟洋模特Terry所生的三子赵诗增 虽然这两个女人为赵诗增生下了儿子 但是他们同样跟姚伟一样 没有获得任何名分 而赵诗增三个孩子三个妈 可以说也是够奇葩的 2010年算是赵诗增的人生巅峰 这一年他出席了中国小姐选美的总决赛 在赛后他邀请了十几个参赛的女人到他家吃饭 还要求必须穿比基尼 这些女子外星亮丽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赵诗增身处花裙中 毫不自在 颇有些选妃的感觉 这些美女各个着装十分性感 她们一起玩耍的很是得劲 简直就是明场面 赵诗增对里面的一个长得像张紫衣的美女很感兴趣 想要和其交往 结果却被小姑娘一口回绝 还嫌弃 她太花心 时至今日赵诗增出门 身边还必定会有两个美女相陪 左手欠一个右手欠一个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事实上的确如此 媒体每次拍到赵诗增出行几乎都是美女 豪车相伴的画面 除此之外 她自己也表示 我每天都能与一位两位三位甚至是四位女性约会 她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 发誓一辈子不结婚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平常人85岁的年纪都要当爷爷了 可是她现在还是单身未婚的状态 虽然未婚 但她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即使已经85岁 但时不时还会被记者拍到 与小几十岁的女友出行 有时候还会左边来一个 右边抱一个 令人唏嘘不已 85岁的她看起来还是饱到未老 相比英年早逝的黄任忠来说 她的肾好像没什么问题 如今的她还是尽情享乐 丝毫不顾忌年龄的差距 肆意挥霍着人生 正如她自己说的那句 我不相信来生 但求尽情享受今生的每分每秒 对她来说此生足矣 这几年赵世增经常更换遗住 因为她说她不知道以后 还会有几个女朋友 她要把财产分给他们 不过有意思的是 虽然赵世增没有给姚伟任何身份 但是如今女儿赵世增 已经全面接受公司业务 而姚伟也母凭子贵 如今看来 那些所谓的名分与婚约 真的不再重要 一辈子防范女人的赵世增 她的财产终究还是落入了女人手里 看来有一句话确实有道理 一物相一物 只不过赵世增 没想到的是 降服自己的那个女人 居然是当初不想认的女儿 这边的女人